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新一期的節目 我是Sam 本來是想說要做閃燈槍的 不過素材還不夠 就先拿最近不論正反評價的 身量都很高的戰地2042來講一期吧 那首先呢 我們就從手槍講起吧 最基礎的就是G-57啦 相信大家一眼就能看穿 它的原型就是大名天寧的Glock 在簡介裡也提示了 這是來自奧地利的手槍 原本看到武器 還以為是使用FM57的5.7x28毫米彈藥 但似乎就是隨便取了個名字 仔細看換彈動畫的話 還是使用9毫米的子彈 槍上還有G-18的全自動調節感 但還是只能夠三連發就是了 裝的是15發的彈夾 也就是G-19的彈夾 限制中的G-19差不多是600 每上下就能夠入手 在美國也是非常受歡迎的手槍之一 再來呢 下一把能夠解鎖的手槍叫做M44 看名字呢就有點想到是使用 0.44 Magnum子彈的左輪手槍 限制中呢使用0.44 Magnum子彈的左輪 由於發射大口筋彈藥 停止力高 就如同遊戲簡介裡說的 常有人在野外活動時 待在身上防止遭受到野生動物的攻擊 本槍的實際原型呢 不是老牌的Smith & Wesson 也不是科爾特蟒蛇 而是巴西的金牛座公司 所出產的Raging Hunter 嗯 狂怒獵手吧 有過中二 由於是90年代晚期才生產的槍枝 因此也有更多現代化的設計 如頂部的皮櫃 還有槍口的支推器孔等等 現在售價大約是800美金 來到副武器的最後一把槍MP-28 原型呢 其實是一家民用廠商 為美軍現役的手槍M17 開發的手槍轉衝鋒槍套件 這也是近年來威威風潮的套件 Glock等等的手槍 也都有公司製作他們專用的配件 在許多遊戲中都可以看到 但不得不說2042中所使用的是 我心目中最好看的套件 然而呢 原本在當上17發的M17 不知道為何在遊戲中 卻預設為10發彈匣 看來開發團隊大概是加州人居多 要讓大家在遊戲中 也一起感受加州10發彈匣的痛苦吧 M17呢 售價大約是落在700美 而這個帥氣的PCT套件呢 則是定價在460美金左右 再來說到衝鋒槍 首先呢 這個初始的PBX45 原型是由高端槍械廠LWRC 所製作的衝鋒槍SMG45 使用了AR系統的操作 如保險、槍機等等 但也使用了很多HK1P45的元素 這明顯就是彈匣的部分 近年來也常出現在各大遊戲中 像是COD的Striker45 雖然在2042裡面是初始槍 但在現實中價格一點也不初始 售價是3000美金 再來呢 是PP29 相信大家很容易就知道原型呢 就是PP19 野牛衝鋒槍 簡單來說呢 就是彈筒式弓彈的9毫米AK 畢竟洛斯人才不像北約國家 整那一堆花里胡笑的槍 通通都做成一樣造型就完事了 PP19獨特的外觀 讓它在各種遊戲中也常常出現 然而由於禁令 美國要買到很不容易 基本上不怎麼流通 網絡上找到最多的資訊 反而是要怎麼樣在塔克服裡面 賣PP19就是了 好啦,第三把衝鋒槍 戰隊就直接叫它MP9了 也就是現實中瑞士公司BNT的MP9 MP9的原型呢 是製造AUG的Style公司 設計的TMP 而MP9則是為了全球各地的軍警特種部隊 設計的微型衝鋒槍 不到兩公斤的重量和袖珍體積 讓MP9也十分適合作為個人防衛武器 給非常規戰鬥人員使用 在美國呢 可以買到它的民用版本 也就是TP9 售價是2000美刀 最後呢 K30 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各大遊戲中常常出現 並以1200RPM超高射速聞名的Vector 雖然現實中的軍警市場並不受歡迎 但獨特的外表在民用市場上也是很受追捧的 Vector 在現實中呢 有9毫米和.45兩種口徑 以遊戲中的彈小長度和彈容量推斷 應該是使用9毫米的版本 現實中價格大約是1500美 接著呢 我們看到突擊步槍的第一把 M5A3 相信肯定有人聽到名字想說 以為M4A1加幾個數字就讓我認不出來了嗎 但M5A3現實中的原型跟M4還真的差得蠻遠的 參考的是seek的MCX MCX的外觀和AR很相似 但其實是MPX衝鋒槍的放大型 上槍身的結構更加接近AR18 不像AR15系列的擊發時 槍機會往後推到槍托的Buffer Tube當中 因此可以在槍托折疊的情況下射擊 獨特的設計又使用活塞式傳動 MCX的售價也不便宜 市場上大概要2500刀 再來呢是看名字就知道是惡系的 AK-24 其實就是現實中的AK-12 基本上連樣子都沒怎麼改就拿出來了 AK-12作為俄軍新一代步槍 發射5.45x39毫米子彈 也因應需求在槍頂部加裝了戰術刀櫃 使得士兵可以直接在上面裝上各種配件 拽上資本主義的步伐 朝著聖誕樹跨出了巨大的一步 同時也還是兼容舊型號AK-74的彈匣彈鼓等等裝備 下一把SFAR 其實呢就是許多國家特種不得的愛槍 比例是FN的SKAR 2042中的型號呢 是使用7.62口徑的SKAR H型 好啦相信SKAR大家也應該都很熟了 我就不過多介紹 SKAR售價在美國通常是3000元左右 型號不同價格也會再進一步往上 再來呢突擊步槍的最後一把AC-42 則是參考現實中的Tavor X95 裝上了Midwest公司的護目 槍的尾部看起來則比較像烏克蘭的Vulkan X95呢除了被以色列國防軍採用之外 在世界各國都有軍艦單位使用 印度更是除了採購外還自行進行生產 由於X95採用烏托斯結構 握把射在全槍的中心部位 握持的時候平衡性非常的好 可以輕鬆的以單手進行操作和射擊 在美國民用版本的售價約是1800刀 緊接著呢就是我們DMR這類別啦 DM7這個標誌性的槍托很容易就能夠辨認出來 是Daniel Defense的DDM4 V7 現實中是一把口碑極佳的AR-15系列步槍 令人疑惑的是通常16吋槍管並且發射556彈藥的AR 不會被歸類在DMR這個類別 至少也要用個18吋槍管或是7.62的權威力彈吧 估計是到了2042年有了什麼黑科技吧 不過沒關係看起來帥就對了 真槍的價格呢大約是2000美金 SVK呢則是卡拉什尼科夫公司2017年新推出的SVC Arm Chukavin 比起經典的SVD有著更輕的重量 緊湊的造型和更多現代化的設計 如可調式的槍托和頂部導軌 可使用多種彈藥像是北約和俄羅斯的7.62彈藥 以及.338的普爾Magnum 也可以與SVD通用彈匣 目標是最終可以取代SVD 成為二軍新一代的DMR 再來呢是VCar 這大概是目前為止最讓人疑惑的槍了 在遊戲中被歸類在DMR 然而在現實中的原型卻是Keltec的CMR30 設計使用.22 WMR口徑的半自動手槍 嗯...或者是步槍 好像怎麼說它都不太對勁 因為設計之初呢配上了16寸的槍管 的確是可以用來做遠距離的精準射擊 但是跟2042其他的DMR比起來它實在太迷你了 尤其是遊戲中預設採用的是短槍管 看起來反倒是跟MP7這類PDW更加類似 限制中的CMR30也不貴 大約就是600美金左右就可以入手 再來我們看到大局 2042裡面其實真的用了蠻多的冷門的槍 SWS-10 原型呢是芬蘭製作的SACO TRG-M10 曾經被美國特種作戰司令部 作為精確狙擊步槍計劃的候選之一 使用.300以及.308 Winchester和.338 Lapua子彈 現今被少量國家如荷蘭波蘭以及韓國的軍隊採用 民用版找到的價格大約是11000美刀 DXR-E這把就比較知名了 就是德國產的DSR-E 使用無拖結構所以有著更集中的體積 大量使用泰合金鋁和金焊線 代化複合材料作為其製成材料 既減輕的總重量又保證了武器的結構和可靠性 這2000年過世以來也被德國的GSG9等等反恐單位相繼採用 再來NTW-50呢 連我們牛頭丸的名號都不改了 也就是現實中的NTW-20 打的是機砲使用的20毫米彈藥 什麼.50 BMG的巴雷特都不夠看 也由於使用了這種大型子彈 在研發時這把槍上裝上了各式各樣各種降低後座力的技術 液壓緩衝啊,巨型的槍口自推器等等 巴雷特放在NTW-20旁邊基本上就是個弟弟 那我們接著呢看到輕機槍這個類別 LCMG原型碎牙支撲Starner設計的Starner輕機槍的後級型號 LAMG輕量突擊步槍 沒錯,在現實中又是一把冷門的槍 遊戲中使用的是7.62全威力彈的版本 下一個PKP-BP,也就是現實中的PKP啦 發射的是從1891年使用至今的7.62x54毫米俄羅斯子彈 是1969年服役的PKM的現代化版本 與PKM有80%的零件可以共用 主要的差異是在更加先進的槍管使得PKP有更好的精度 遊戲中的是PKP的緊湊型號 BP應該就是Bull Pop的意思 好啦,再來我們說到多功能槍之中的兩把散彈 一把呢,是Ramington M870 另一個則是SAIGA-12 這兩個在之前幾期都有大致提過了 之後在各雷剩下槍橫屏也會再講一次 這邊就不過都贅述 那我們來說說之前漏獎的槓桿式步槍吧 遊戲中的GVT-4570原型呢 是Marlin的1895 Dark Series槍桿式步槍 使用的是1873年推出的4570 Government子彈 槍桿式步槍其實早在20世紀就已經不再做軍事使用 但在民間呢還是非常受到歡迎 遊戲是作為狩獵用途 點45的口徑可以輕鬆的放倒獵物 但現在還可以加上各式的瞄具 讓它的精度大大的提升 現在呢在市場上大約1000美金左右 可以找到這把經典的槓桿式步槍 好啦,那以上呢就是我們2042裡面 槍枝的原型和它的價格啦 大家覺得這類遊戲vs現實的講解怎麼樣呢? 喜歡的話下次再給各位講講Battlefield 42 好啦,本期內容就到這邊 記得關注、訂閱、點讚、三連 我是Sam,我們下期見 掰掰